D-Day TV KPM D-Day TV KPM 各位考生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D-Day TV KPM 今天有的是口头表达的这个教学环节 那今天给我们讲课的是来自 沙拉秀华晓的韦玉文老师 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看老师的简介 文老师早上好 那想请问一下你 在这间学校教书很多年了吗 我在这所学校大概是一年多了吧 啊 OK 那今天我们听说有四位同学会跟我们一起上课 那就请老师给我们介绍我们的同学好吗 好的那今天呢除了我本身在这边上课 也包括了有四位来自沙拉秀华晓的小朋友 也会一起跟我们在线上一起来学习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四位小朋友 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沙拉秀华晓的这四位小朋友 我们来看看这四位小朋友有哪四位 来小朋友跟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早上好 第一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文兵小朋友 文兵小朋友跟大家挥挥手说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好 来 巧柔跟大家挥挥手巧柔 好 好 我们来 燕婷 哈喽大家早上好 好 还有我们的这一位小朋友是轩丽 轩丽小朋友 哈喽 大家早上好 好 大家好 那这四位小朋友呢 今天也会跟我们一起在课堂上一起来学习的 那老师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所以我们马上就一起来上课咯 好的 谢谢 把时间交给你 谢谢 好 小朋友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上课咯 那希望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呢 我们也一起做好准备 今天早上啊 我们一起要上的这个课呢 就是四年级 四年级 高年级组 四年级的华文课 今天我们要上什么东西 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今天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好好说话 今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把话给说好 所以我相信在线上小朋友 你应该做好了准备了 对不对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呢 我希望大家我们也一起来注意来听 今天我们要注意的两件事情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学习一起做到的 第一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注意的就是 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感受的部分 再来呢 说话的时候呢 希望可以很有信心的 很有自信的 第二件事 我们希望大家说话的时候 讲一件事的时候 可以做到层次很清楚 而且条理很分明 更为重要的是 可以很吸引观众一起来听我们要讲什么 所以小朋友先考考你们哦 看看你们今天有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先来考大家一件 这个在我们身边呢 大家都已经是天天可能面对 而这两年我们都一起看见的一件事情 一个疫情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小朋友 你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啊 老师想问一下你哦 你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因为老师想考考你 你会想到什么东西 看到这个新冠病毒 看到这个疫情期 小朋友你会想到什么 线上小朋友你要去思考哦 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你头脑会出现的是什么 有什么话你想说说看的吗 来线上的随线来说 好来我们请轩莉来说说看 我们最近我们最近这几年 因为新冠肺炎而需 再加上网课 我们不能上之前一样 在学校与朋友一起学习 与讨论 因此我非常的 非常的期待能够 一起与同学一起 在学校上课 谢谢 好这是轩莉的想法 来我看到温斌好像也举手是不是刚才 来温斌你说一下 你会想到什么呢看这张图 看到这张图 我想到我们必须要 要 要怎么做 看到这张图你会想到什么 防疫的措施 做好防疫措施 怎么要做好防疫措施呢 以避免病毒进入我们的身体 我们还要遵守三大标准作业程序 第一要戴口罩 第二要勤洗手 第三要保持色彪距离 好像这个防疫措施 大家记得很清楚了 包括我们小朋友记得很清楚 我们时间很有限 不晓得还有没有小朋友想说说看的 这样图你会想到什么 巧柔你要试试看吗 因为这个疫情导致到很多大人都面对了 这个的经济问题没有工作做 我们的小孩竟然会想到 大人因为这个疫情期 而影响到他的家庭收入 影响到他的工作 我觉得真的不要看小朋友 是年纪小小哦 其实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观察 对这个史事的了解 都是很清楚的 那不晓得这个燕婷 有没有话想说 因为这个疫情对不少中老年人来说 疫情之前他们可以去菜市场 或者药店 等现下实体场所 但是这个疫情 他们必须要网卖 哦 意思说你会发觉到说 以前我们可以出去的时候 很多都到实体店去购物 实体店去买东西 现在你看到说什么新 新常态之下 人们好像比较习惯了 是透过网上采购 去网购的一个情况哦 所以我初步 这样子来听 刚刚在线上 是位小朋友的这个分享 你们这个疫情 也会看到了很多的事情 也想到了很多的一个情况 也看见了你们尝试 针对这件事情 做出了一些你的想法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老师初步都可以理解到 你们的这个表达的一个情况 那我相信在线上的小朋友 应该也有很多话 想说 只不过我们透过这个荧幕 好像没有办法 直接听到你的声音 对不对 那我觉得在家 在看着节目的你 当然你也可以 跟你的家人分享 跟爸爸妈妈一起来 讨论一下 在这个疫情期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不同的感受 对我相信主持人 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对不对 我们现在出街 都要很注意 这个防疫措施 我们的生活也做出了改变 所以说希望说 透过今天的这一堂课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 怎么样把话说好 怎么样做到口头交际的 这个部分 口头表达的时候 可以越做越好 那这个是第一部分 韦老师给我们讲的课 那到底口头表达 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呢 那我们广告回来 我们再请韦老师给我们讲课 好 谢谢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我们马上再继续请我们的韦老师给我们讲课 是的 那接着下来 我们要继续来看看小朋友 在这个童年的过程里面有玩过些什么游戏 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童年玩过很多的游戏 那今天老师就在这边选了两个小游戏 来考考我们的小朋友 不晓得这两个游戏小朋友没有玩过 所以很期待哦 听听我们线上的小朋友的一些想法 来线上小朋友 对于这一张图 这个游戏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 有看过吗 我看到有人点头哦 有看过的举手好不好 对对对 有看过 那有没有人可以来说说看 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 谁可以来试试看 老师听不到你的声音哦 谁可以来试试看 哪一位呢 巧柔 巧柔是吗 巧柔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 武力子 武力子 有没有哪一位同学 知道武力子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 有人摇头了 四位里面都没有人听过武力子怎么玩吗 有吗 严婷你有听过武力子怎么玩吗 没有 没有 那文彬你呢 我看过我姐姐和朋友玩过而已 哦 你看过姐姐跟朋友玩过这个武力子 好不好你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下 武力子是怎么玩的 你从你的观察 你所看到的这个过程里面 是不是可以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还有你在线上的这个同伴同学来说说看 武力子这个游戏是怎么玩 来试试看加油加油 尝试说说看 武力子的玩法有七个回合 哇 它可以用双手或者是单手玩 这个游戏这个游戏这个游戏通常都是女生比较喜欢玩的游戏 男生不可以玩这个游戏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有玩过这个武力子耶 你继续来说说看 第一个回合 你就要抛一颗栗子然后再使一颗栗子 你要抛一个栗子再使一个栗子这样的意思 好接着呢 然后直到把所有栗子收完为止 收完为止就是说你要抛一个栗子 过后就要去剪一个对不对 就要去拿一个栗子 过后就要把上面那个栗子要掉下那个栗子 也要把它接在手中 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的 这个是你所谓的第一个回合 那老师很好奇哦 你跟这七个回合 看起来好像还有很多的玩法是不是 对还有很多 你还知道一些怎么样的玩法吗 我知道第二回合的 哦第二回合你要不要试试看 再来说说看 第二个回合的玩法又是怎么玩的呢 第二回合就是你抛一粒就要使两粒 哦就是你抛一个栗子 就要赶快使两个栗子这样的意思吗 对 哦OK 所以这样子老师听起来应该是说第一次你玩的时候 可能是抛一个就是一个那个栗子就把它捡一个起来这样的意思 可能第二个回合我们要增加这个难度 老师听懂你的意思是把它一个抛了起来 给我捡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捡两个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哦听起来哦这个玩法也是这个游戏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伸缩性来调整哦 是吧 文斌可以可以调整的 是这样你还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呢 有关这个五粒子这个游戏 你可以讲了第二个回合的玩法吗 你还想到一些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的吗 关于这个游戏的 五粒子其实你不用去外面买的 你在家里你也可以自己用手工来制作的 自己用手工就好像图片像这种吗 老师看到很多现代的这个五粒子啊 都做得很美的很精致的 它可能就是一个布袋 里面就好像是放一些米粒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所以就玩起来可能会不伤手 像刚才文斌所讲的 可以自己制作 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制作这个五粒子吗 是这个意思吗文斌 是的 是哦 但我相信哦 可能在线上的一些家长啊 一些小朋友都有玩过 这个五粒子是没有那么美的 我不晓得主持人 有没有玩过我们小时的五粒子 是随手捡来就可以玩的 是 我那个时候玩的是石头耶 就是石块的样子 对对对 但是你要很会选那个石块 因为有些很尖嘛 对对 所以真的是要很会选 或者是我们拿石块来再包一层小布 就这样子而已 对 可能我们就可以随手哦 就是抓一些小石子这样子 就可以玩起这个五粒子哦 我相信在线上的小朋友 或者是在电视机前 跟家长一起在看节目的 看到这个五粒子哦 我可以请爸爸妈妈 多跟孩子多分享一下 可能家长们在童年的时候 玩过的五粒子 可能也有很多的趣味哦 所以除了这个游戏哦 老师还想考考大家哦 下一个游戏不晓得大家没有玩过 可能我们在学校也很容易见到的 在家里也可以玩的一个游戏 注意看哦 我们要看的第二个是什么 这个叫什么 跳绳 跳绳 对 跳绳 你们玩过吗 玩过 玩过 这个反而大家在点头哦 大家好像都异口同声 觉得说我们玩过 而且好像对他蛮有经验的 来 哪一位小孩 想来试试看 说说看 你玩这个跳绳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或者你想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呢 来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玩这个跳绳的 我觉得说今天我们是来学习 怎么样把话说好啊 很期待小朋友 我们是很积极 很踊跃的 赶快举手 把握时间 一起来发表 哎 太棒了 我看到 燕婷举手了 燕婷来试试看 跳绳是可以一个人玩 也可以一群人玩 一群人玩的时候 需要讲究默契 玩法则是两个人 一个人拿着前端的绳子 一个人拿着后端的绳子 然后其他人则站在中间一起跳 在跳绳的这个游戏中 参与者会一直跳下去 直到很皮 累或者出错为止 老师这样子听起来 你的意思应该是 这个跳绳要有两位小朋友 对不对 一个拿着前端 一个拿着后端 够他们就要很有默契的 去摇这个跳绳 是这个意思吗 是 所以中间在跳的那个小朋友 也要很有默契 我会听到一句话 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跳跳跳 跳到很累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跳下去 就是属于输了 或者是说你在跳的过程里面 被那个绳子被卡到 卡上了 这样子你就是输了 淘汰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线上的三位小朋友 你们听到的 是不是也是跟我一样 有没有人要补充 他该讲的什么重点 可能老师没有注意到的 有没有 有吗 文彬好像有话说 文彬好像有话说 文彬有听到什么重点 是我该没有注意到的吗 没有 没有 所以我觉得 当别人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专心的听 也是一种礼貌 也是一种尊重 我们自己在说话的时候 要把话说得好 说得流畅 这个也是一种学习 至少我说的 你听得懂 你说的 我也抓到那个重点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沟通 所以刚才听了 这个燕婷所说的 两个人一起玩 跳绳的一个玩法 不晓得另外三位小朋友 有没有一些趣事 也想跟我们分享的呢 关于跳绳这个游戏 有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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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文彬举手了 来文彬你试试看 我以前和我体育老师一起跳绳 我们的跳是要跳到100下 我们两个人一起跳的时候 跳到我们在学校操场跳 当我们跳到90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希望了 然后过后我们成功跳到100下了 非常棒非常棒 我相信这个是你在学校里面 跟老师最棒最好的一个回忆 老师听到你在学校 跟老师一起跳绳 这个听起来我的那个头脑 你在描述的时候 老师看到了那个画面 就是老师跟你是面对面这样子站吧 所以你跟老师一起跳 而那目标很希望说 可以跳到100下对不对 所以你们就朝这个目标 一起跳一起前进 所以谢谢文彬这样的一个分享 你看每一个游戏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回忆 刚刚文彬在说这段话的时候 老师觉得他在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那个游戏的那个画面感就出来了 文彬老师期待 你在下一次说话的时候 可以再整理一下你的这个词语 这样子就别人听起来的时候 就不会感觉到好像有些词 前后颠倒了的部分 好不好 这样我们说起来的时候 整个句子就可以更加的完整 好不好 所以今天你已经说得很棒了 老师想给你五颗星星 给你加油鼓励 加油加油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 线上的两位小朋友 想不想针对这个跳绳这个游戏 也给电视机前的大家 来说说他的看法 要没有 对了 宣妮你来说跳绳又让你想到 什么样的一个玩法 或者又有怎么样的一些趣事呢 我小时候都会与姐姐 一人拿一个跳绳比赛 比赛谁跳的跳绳可以最多次数 我每次都是跳几次就失败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分享 很真很棒的一个分享 你跟姐姐一人一条跳绳在比赛 对吧 为什么姐姐会跳的那么多次 那你可能跳几次就 你所谓的累了输了 一定会有它的原因 你愿不愿意跟电视机前的大家 来分享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吗 可能我没有毅力吧 谢谢你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 你觉得说跳绳原来也是很考毅力 刚刚文斌也说过 他的目标是100次 所以他跟老师就要很坚持地 朝目标前进 所以宣妮刚才提到这个部分 相信宣妮知道了 加以练习 在跟姐姐在比赛跳绳的时候 一定可以往之前的那个目标 再提升 再进步 好不好 宣妮加油 谢谢你 很真诚地跟我们做分享 给宣妮掌声鼓励好不好 谢谢 希望她继续加油 最后一位 应该是轮到巧柔 还没有说 不晓得巧柔想不想说说看 你又是怎么样来玩跳绳的呢 巧柔 通常小时候都是拿那个跳绳去找邻居一起玩 然后设定一个目标 看谁比较快到达那个数目 嗯 就说你玩跳绳的时候 是会去找朋友 对 到邻居家去找邻居小朋友 一起来玩跳绳 是吧 而且你们也是那种比赛的性质 我觉得小朋友玩游戏都有一个心态吧 可能有一个比赛的性质 大家就很积极啊 所以我跳多少次 你跳多少次 够我就要追上你 我要比你更强 我要比你做得更好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我相信说玩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 小朋友刚刚这样的一个口头表达里面 我觉得他也是一种学习 学习跟我们分享 他内心想说的话 学习怎么样说话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词语正确的应用 更在学习怎么样把话说好 人家也可以听得清楚 所以老师从你们刚刚几个的表现里面 发觉到有些同学 真的说得头头是道 有些同学就充满自信的分享 有些同学说的时候 自然的流入了你的情感 这都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些部分 所以相信在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对于跳神这个游戏 也有很多话想说 可能现在你在家 没有办法跟其他朋友分享 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 或者把它记录下来 有机会的时候回到学校 或者是跟弟弟妹妹玩的时候 也可以跟他分享 你玩这些游戏的一些趣事 好 谢谢大家 那老师想补充一下 就是说他们的分数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以他们的表达能力这样子 你会给他们打多少分呢 你刚才他们这样的一个表现 他们已经是超过4分了 所以可以给他们已经在5分的一个表现 所以如果说我们最高的分数是6分的话 当然老师对他们一定会有点要求 希望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刚刚这样的一个表现 同学已经是在4到5分这个水平上了 所以期待下一个环节的时候 看看你们是不是可以朝目标在前进 把话说得更好 行吗 好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 那其实刚才韦老师就说到了 重点他就说 每一次我们表达的内容一定要够扎实 而且要够清楚 要确保你的听众 听得明白 抓得到重点 那下一个节目 下一段广告回来的时候 我们再请韦老师跟我们说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一下的 好的 谢谢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再继续请我们的韦老师给我们讲课 把时间交给你 是 谢谢主持人 刚刚我们都听过了小朋友 针对这个图片里面的游戏 提出了他的一些想法 接下来我们就增加一下这个程度 考考我们的小朋友 小朋友 你知道哪一些传统游戏呢 想想看 你知道哪一些传统游戏 而那些传统游戏又是怎么玩 我们要考小朋友 两个点 第一个要考小朋友 你知道哪些传统游戏 第二个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说看 这些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所以我相信这个题目 这样子放出来的时候 线上应该有很多的小朋友 都很想说话 对不对 这堂课就是来说话 来讲话的一堂课 来学习表达的一堂课 大家心里应该很多话想说 所以你们几位的 在线上的小朋友 你们是有准备好 在思考着 要跟大家分享哪一些游戏呢 这些游戏可能是你们童年的时候玩过的 我们来试试看 四位 我们要来抢答 要跟时间赛跑 看谁先说 第一棒 有两个举手 三个举手 我觉得太棒了 你们都抢课要说 要选谁 主持人你来选吧 我刚才看到是线丽先举手 线丽好的 我们请线丽来先说说看 你知道哪一些传统游戏 这个游戏是怎么玩 我们把时间交给线丽小朋友 小时候我最喜欢玩的传统游戏 是做迷藏 首先我们会选择一个人 背着大家数数 而其他人则需在这段时间 找一个隐秘的地方躲藏起来 时间到后 数数的这个人则需要去寻找其他人 最后没被找到的就是赢家 这个是抓迷藏吧 所以小朋友你对他们的这个说法 在线上就上了小朋友 你对他这个说法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呢 或者有没有对宣丽小朋友 所讲解的这个游戏玩法 有一些补充的部分呢 有没有哪一位小朋友补充一下 你对这个抓迷藏这个游戏 也有一些想法的 也有一些话想说的 有吗 有吗 没有 那就我来问哦 暂时想不到 那就老师来问哦 玄力老师想问你哦 这个游戏听起来 好像需要在很宽敞的地方才能玩吧 是不是要在很大的一个空间 才可以进行这个游戏 是的 是的 比如说呢 什么地方比较适合呢 可以取一些例子啊 可以在草场 篮球场 学校的 或者是在 老师听到在球场 在家的院子 院子你也可以哦 家你的院子哦 那我们是不是代表说 在家你也可以进行这个抓迷藏啊 现在小朋友你认同吗 我们在家可以玩抓迷藏 如果 如果家里够大的话 不可以 如果你的家的空间很大就可以玩 家里的空间太小就不行哦 怎么说呢 文斌老师 对你这句话很有意思哦 很想知道多一点 如果你空间太小的话 这样人家就会很容易找到你 哦 如果空间太小 别人就很容易找到你 而且在家里玩的话 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躲藏吧 对不对 我突然想到说 如果在家里玩抓迷藏的话 我会藏在什么地方啊 你们如果在家里玩抓迷藏 会藏在什么地方啊 桌子底下 桌子底下 可能哦 在游戏的过程 在哪里啊 我听到好像轩逆在说话 门后 门后 哎 是 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玩都好啊 安全还是要注意哦 安全还是要注意 好 刚才听了第一个游戏的玩法 抓迷藏 还有另外线上的三位小朋友 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游戏 想跟我们说说看 尝试哦 尝试 试试看 清楚的跟大家分享 你想说的这个游戏 好不好 来我们试试看 第二位 我们请谁呢 艳婷好吗 文斌先举手 来文斌你先说吧 我小时候玩过的传统游戏 是老鹰抓小鸡 哦 我们都好熟悉哦 这个游戏 来文斌你说 你玩的这个游戏是怎么样 这个游戏越多人参与就越好玩 越多人参与就越好玩哦 好 你试试看再说下去 首先要选择一个 伸手鸣戏的人当老鹰 接着再选择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当母鸡 啊 其他人就当台城长龙当小鸡 游戏开始的时候 老鹰要凶猛的扑向小鸡 这个时候母鸡就要展开双臂 来保护小鸡 小鸡要抓着前面一个人的腰 紧紧躲在母鸡的身后 哦 在双方的一攻一守之下 如果被老鹰的观察力发现到 就会很容易抓到其中一只小鸡 听获得胜利 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哦 好仔细哦 你说得好清楚哦 老师也听得出哦 你把整个游戏的玩法很分明很有条理的跟我们分享 还说要什么排成一条长龙 抓着前面的那位同学 或者前面那个伙伴的这个腰 不然的话 那个老鹰一来的时候 母鸡就要想办法去保护我们 对不对 所以从文斌的这个分享里面哦 老师更看到文斌说话的时候 是把肢体动作 肢体语言也表达出来哦 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哦 这样别人在听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你的眼神的表达 你肢体动作表达 包括你的这个话语 你的内容的表达 就可以更加清楚抓到 又很有这个动作感 很有这个 更加可以对你说的话呢 深一步的去理解了 我们给文斌掌声鼓励哦 非常棒哦 两位小朋友都说得很好 希望第三位 第四位小朋友也一起加油 把话说好 第三位是谁 哎 谢谢乔柔 乔柔的手慢慢伸起来了 来乔柔把时间交给你 你试试看 我童年时期玩过最印象深刻的传统游戏是123木头人 我们首先先猜拳决定谁来当蒙眼的那一位 当蒙眼的那一位站好位之后 并且喊出123时 这时其他人可以开始移动 并且要尽快到达终点 当蒙眼的人喊出木头人时转过身的时候 他们要看到其他人不能动 动了的话这个人就出局 直到他再次回头蒙眼 其他人才可以的 好 乔柔分享的是123木头人 乔柔老师刚刚在听你说这一个分享 听你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 有一些小小的建议想给你 不晓得你愿意接受老师这个建议吗 愿意 希望你可以尝试接受一下 老师觉得你是有把话说好 你尝试把这个游戏的玩法 要跟大家做分享 但如果我们说话的时候 比较急 比较紧张 说得比较快 那可能听的人就没有办法 很清楚听到你要说的话 好不好 你再来试试看 把话说得慢一些 过后清楚地把你想说的内容 嘴巴开大一点点 清楚地把它表达出来 行吗 对了 你看你的笑容笑得多么好看 我们给自己一点信心 加油 再来说一遍 把你这个123木头人的游戏玩法 再说一次 好不好 来 把时间交给你咯 来试试看再说一次 我童年时期玩过最印象深刻的传统游戏是123木头人 我们首先先猜拳决定谁来当蒙眼的那一位 当蒙眼的那一位站好围之后 并且喊出123时 这时其他人可以开始移动 并且要尽快到达终点 当蒙眼的那一位喊出木头人 转过身的时候 他要看到其他人没有在动 动了的话 这个人就出局 直到他再次回头蒙眼的时候 其他人才可以开始动 这样子听起来 好像比第一次更加的清楚 对不对 所以小朋友要记得 当你说话的时候 如果说得太急促的话 可能别人就没有办法听清楚 你要表达的内容 像刚刚巧柔第二次再说一遍的时候 我觉得他做得很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已经把他语速放缓了一些 他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游戏的过程里面 比如说那个数数的人 他在数数过后 他一回头看 后面的这些队友是不可以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整个玩法就更加清楚的抓到 那回到去我想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又听巧柔说过 我是不是可以根据巧柔的说法 来尝试玩这个游戏呢 对吧 所以不晓得现象的小朋友 对巧柔这样的一个说法 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可是你们玩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Shenny举手了 好像Shenny有一些话要说 我不是这样的 我要反对反对 你现在反对吗 Shenny 来Shenny说说看 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你的玩法是如果被发现 你在走的过程有动的话 你就要回到原点去重新出发 对不对 这个是不同的玩法 但老师在听这个Shenny 在说这动话的时候 老师发觉到Shenny说话会不小心 我们都是平时都在口头表达 Shenny好像在说话的时候 会跑出一些累赘语 是吗 老师好像听到他有讲到说 哦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时候我们说话很不自觉 就跑出了哦 五 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 所以老师刚才好像有听到这个部分呢 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尝试一下 把话清楚的说好 不需要这些词语 可以的话把它给删掉 这样你说起这句话来的时候 就更加的到位了 行吗 可以啊 我们一起来加油啊 所以大家都非常好 OK 我们要朝六分前进了 我们再听最后一位 燕婷小朋友有什么话想说 你要分享的又是什么游戏 我的童年是在家乡游戏 我的童年是在家乡渡过 所以在家乡无聊时 我们都会玩一碗传统游戏 我觉得最有趣的传统游戏是跳房子 也叫跳飞机 哦 在家乡时我们只要见到有人在泥地里画格子 都会毫不例外地从裤袋里掏出橡皮筋抽过来 我们会先以剪刀石头布分出先后次序 再展开游戏 开始的时候会先把橡皮筋抛进格子里 然后单脚跳过每一个格子 遇到有橡皮筋的格子就会跳过 如果成功打破障碍 跳完所有格子将由资格成为一个格子房子的主人 最后要是谁的房子多 谁就是赢走其他人橡皮筋的大赢家 谢谢你分享这个跳格子 老师突然在听你们讲这些童年的游戏的时候 我的头脑里面想起很多我在校园里面玩的游戏 但老师也很好奇一样东西 这个跳格子或者所谓的跳飞机 有没有规定这个格子要怎么画的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是校园里面已经有那个格子画好给我们 一有空闲所以你就可以去玩 这样这个燕婷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规定怎么画这个格子的呢 格子也可以这样画 哇你那么快就准备要跟我们分享哦 可能要往后一点对不对 你的那种只要往后一点我们看得清楚 再后一些好吗 那张纸再往后一些我们才 退后靠近你的脸 靠近你的脸不要靠近荧幕哦 靠近你的脸 对我们比较看到了一些 是的 好谢谢你的分享 好谢谢你 所以哦不管你在玩什么游戏啊 都会是你童年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而这些游戏哦听起来就是随手可得 很容易就玩 它不用花很多的钱 也不用去买任何的东西 就可以玩到这个游戏 最重要的是回到今天这个课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口头的一个表达 口语的一个表达 所以刚刚四位同学要努力的说出一段话 怎么样去玩这个游戏的过程里面 老师觉得只要我们多加努力 好好训练 保持六分的这个水准 绝对不是问题 今天这样的一个表现哦 如果是说第一次这样子表达 老师已经可以给你们六分表达的这个能力了 你们都做得很好了 所以希望你们在一直保持着这个水准 好好地往自己的这个说话能力前进 行吗 好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大家说得很好哦 好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 那老师其实从刚才四位同学的表现来看 你觉得表现特别特出 而且把那整个就达到你给分的那个目标 有一个人选吗 对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都回答得很好 当然哦 这个是没有一条线规定 大家是拿哪一个分数 那这个部分呢 待会我再给大家来做分享好不好 好 谢谢你 好 我们就马上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再请韦老师 跟我们说一下他打分 究竟是看什么样的那个条件 今天我们的最后一段的那个教科内容 我们马上再请韦老师把时间交给你 好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我们都很想知道 到底要说话怎么说 才可以把话说好 可能家长也会一直想要知道 我的孩子的说话能力到底有没有掌握 大家都很期待想知道 包括刚刚大家听过了 我们在线上的这四位小朋友的 这个口头的表达 口语上的这个表达 大家也会思考说 他们有说话能力吗 我们先问自己吧 他们有没有说话能力 他们能不能够讲话 他们讲话的过程里面 表达的过程里面 你听懂他说什么吗 最重要的这个说话就是这样 像别人说的话 你听了重点之后 你有没有抓到重点 就是听跟说的一个部分 当然我会来思考说 刚刚啊 老师我刚刚这样子讲的话 我有没有做到最基本的掌握呢 或是说如果说老师要给我这个等级的话 我是可以拿到多少分呢 如果说一分到六分 我可以拿到多少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要做到这个口头表达的部分 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字 那你就可以心中自己有个谱了 到底我可以讲到多好 哎 线上的几位小朋友你要专心听哦 要给自己一个评估一下 刚才你说的好不好 你大概自己知道的 对不对 那线上的小朋友也给他们评分一下 到底他们说的好不好 你看看这几个字 再想想看 再来思考 平时你说话的时候 有没有做到这几件事情 一开始我看到主持人有提醒我们哦 说话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内容有没有充实 你说话的时候内容有没有充实 是很空泛的 没有什么内容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小朋友 可能他有话想说 他跟你讲 老师我不懂怎么讲 老师我不会讲 可能是什么 一 他可能比较缺乏信心 二 可能这个孩子 他头脑里面没有太多的词汇 他想说 但是不懂怎么说 他不懂怎么样 把词变成句 把句子变成一个段落 最后要从他的嘴巴 说出他心里想说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学习 也是一个训练 有些小朋友说 老师我可以讲 少少人的时候我可以讲 要在课堂前面 跟着很多人说话 我不可以 我会很怕 我相信小朋友 有些有这个想法吧 你看他们都在偷笑 所以第一 说话的时候 你的内容有没有充实 像刚才的第三个回合 老师觉得说 同学们 你的预习功课 还是有做到哦 所以他们还是有准备一下 今天我们上这堂课 就是要他来分享 他玩过的一些传统游戏 他这个游戏 怎么样玩吧 所以你们的预习 还是有做到 所以刚才分享的过程里面 老师看到你的内容 还是充实的 听起来 还是清楚的 很清楚的 去表达 够语 那个话语呢 有没有适中 你说话的 这个话语 有没有适中 语音 我们表达的时候 这个是要训练的哦 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做主持人 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做演说家 但至少 我们说话的时候 要学习 因为是个语言嘛 我们学习 把华文说好 学习在沟通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 华文很多时候 有一些多音多异字啊 或者有一些字的发音啊 这个部分 从每一次的沟通 每一次的学习 一点一滴的累积 那我们就可以 把话说得更好 因为没有人是 完美的嘛 对不对 也没有人 就是一开口 就可以把话说得很好 这都是在过程里面 不断地去摸索 去练习 才可以把它说好哦 语言的流畅 刚才小朋友 老师是有提醒大家说 说话的时候 不可以说得太急 说话的时候 一些理罪语 可以的话 把它吞下去 不要把它跑出来 不然你说的时候说 哎呀 今天我们要去吃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今天 好像要去那边玩过 可能这些字就会跑出来 其实可能这个 是一个习惯性 所以这些习惯性 是不是可以来提醒自己 鞭策自己 要求自己 我下次说话的时候 要说得更好 这个就是一个学习 一个过程 太棒了 原来你们有在听课 我看到我线上的小朋友 在听课 老师在说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在点头 有在听课 我真的太觉得 你们很棒哦 有专注聆听 在说话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办法说到 说话的态度 有些人说话 他会比较不好意思 换句话说 他可能说话的时候 他不敢看镜头 他不敢看人 他说话的时候 可能跟对方 是没有这个眼神的交流的 眼睛会讲话的 你知道吗 小朋友 我们要靠眼睛 来跟彼此说话 眼睛也是可以说话的 刚才温斌 还做了一个很棒的 他在说这个老鹰 抓小鸡的时候 他的肢体动作 也会出来什么 张开的双臂 扑向前 这些就是很自然的 当然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这个肢体动作 不用一字一动作吧 我们要有一个大的 要有一个小的 我们说话的时候 都不会这样 我们说话的时候 都是很自然的 对不对 当你说话很自然的时候 你又给自己 很有信心的 把话说好的话 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做到什么东西 站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勇敢的 把你的一些想法 说出来 当然说话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要有 懂理呢 对不对 说话的时候 你看刚刚我们小朋友是 他要说 他可能会先举手 他有补充的时候 他还说 我有一些话想说 这个也是一种礼貌 不然的话 你看我们一起说话的时候 那些会插嘴 会讲话 这个过程就可能 在沟通上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 等别人把话给说好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 A同学有话说 我们让他先说 我们有理的等待 聆听 然后B同学补充 或者你有意见 你可以补充说 我有话想说 我不认同 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说法 可能不一样 这个过程 老师从你们的表现 也看得到 刚才有同学说 老师我的玩法 不是这样的 你有其他想法 你可以说出来没有 可以啊 所以这个就是 在口头表达里面 如果小朋友 你都可以做到 这几个点的话 你觉得你可以 可以拿六分 可以吗 现在小朋友 你觉得你平时说话 有做到这几个点的话 你可以不可以拿六分呢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过程里面要记得 平时要敢说 勇敢地说 说话也要从 平时的经验累积 怎样可以学到 很多的词汇呢 小朋友 有没有人 想来说说看 要把话说好 头领里面 也要有很多词汇 对不对 要怎样令我们 头领里面 有很多的词汇 哎 轩利 有话说了 来 来 轩利试试看 多阅读 或者是多练习 哎 可能要透过阅读 透过练习 透过聆听 这个过程 都可以让我们 变得更好 把话说得更好 所以希望今天 我们的这一堂课 有关这个口头上 怎么样去做表达 怎么样把一件事情 说好 说得有条理 说得流畅 这个过程里面 短短的这段时间里面 希望线上的小朋友 还有电视机前的每一位 你们都会有一些的收获 老师祝福你们 大家一起加油 我们好好说话 一起把话给说好 谢谢 那老师 可不可以请你 给我们四位同学 打个分数啊 他们今天的表现是如何 好 那如果老师要给你们打个分数 老师今天都会给你们拿几分 老师觉得他们都可以拿六分 因为从一开始 从一开始的 他们可能都只是用句子来表达 到后面他不断地要求自己提升 加上老师的一些提醒 老师看到他们都一直往上往上前进了 所以对今天这一堂课呢 老师对你们今天这个表现 是可以给他们六分的 所以要继续保持六分 要怎么做 一定要不断地练习哦 这样可能下一堂课 他们说的没有太好 我可不可以从六分变成五分呢 就要看他当时的表现哦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这个东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只要勤加练习 像轩逆所讲的毅力也很重要哦 这样子的话 我们不但把功课给做好 可以学习说话 这一份功课也可以做得很不错的 那老师这些教材我们可以从哪里找得到呢 对了 问得很好这个问题哦 现在我们都很多会强调说 自习 或者说可以到这个线上去学习 所以针对很多很多的教材呢 我们可以到这个Porta Sumbergoo都可以找到这些资讯的 所以小朋友都可以到Sumbergoo去搜寻一下 你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教材 都可以让我们去做什么呢 可以去自习的一个部分 所以记得哦 学习它不一定只限制在四股墙内 学习是很宽的 四处都是我们学习 今天小朋友在线上的一个学习 这也是一种学习 也是人生的一个经验哦 很好 我们今天就谢谢维老师给我们讲课 真的 我自己也受益良多 就因为我们也是 口头表达其实是每一天我们 人与人沟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交流的方式 所以希望四位同学还有电视机前的所有考生 都要谨记今天维老师给我们讲的所有重点 包括内容要很扎实很充实也要很清楚 当然不要有罪字等等等等 那我们才能够这样 把话给说得更好 对就是这样子了 那谢谢维老师 我们也谢谢在线的各位同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同学们 谢谢线上的每一位 再见 所以四位同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